我們站近一點 這裏 好 這裏三碼 是 好 這裏不能這樣 一 二 三 七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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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大家好 大家知道下星期三 財政司就會公佈新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其實工聯會在去年的12月去見財政司的時候 已經向他建議了一系列的政策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早前已經公佈了一個 關於少數族裔的一系列的政策的報告書 建議書我們都給了財政司 裏面就包括怎樣協助我們社會裏面的 少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解決就業 就學 居住 醫療各方面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特別想趁這個機會 在財政預算案公佈的前夕 再去呼籲政府在財政預算案裏面 要加入一些政策和措施 撥資源去協助我們少數族裔的市民 去解決他們特別是就業和就學的問題 還有也要提供一些多一些的全業服務 令他們可以更加容易去取得我們香港的公共服務 其實我們在過去 我們已經就住香港的少數族裔的學生 他們的教育問題 我們提了很多建議 包括中小學的資助問題 但如果大家發覺我們在過去 他們一直都有些是忽視了幼稚園的教育的資助 一方面就是其實 如果我們 因為我自己都是讀language 我們也知道其實如果小朋友學language 其實就是應該最小的時候 三歲開始 他就去學一種的語言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會更加容易的 如果我們一直都說希望我們小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是能夠學好中文 來讓他們投入我們的社會的話 其實應該要越早 讓他們去學習語言 學習中文是更好 但我們發現 在現在幼稚園教育 我們似乎一直都是被忽視的 首先就是由入學開始 很多小數族裔的家長 都不知道怎樣去幫小朋友 去選幼稚園 去入幼稚園 中間也都面對很多問題 我們今天就請了林翠玲校長 林翠玲校長就是葵聰的一間幼稚園的校長 他也是全葵聰幼稚園校長會的主席 他就會講一下他的學校的情況 因為現在政府就有一個津貼給幼稚園 如果那個幼稚園有八個學生 八個小數族裔的學生 就可以得到一個津貼的 但是中間有什麼問題 我們首先交給林校長去講 謝謝 謝謝麥議員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在這個15年的免費 有研究之下 政府額外在這個年度 一七至一八年度 撥多了每一個年度 每一個年度是有三十六萬三千五百一十塊 給學校去支援非華語的小朋友的資助 如果你的學校收到八個學生 他是一個小數族裔的小朋友 是非華語的小朋友 我們就可以申請得到這個支援 我自己的學校 我就很幸運 剛剛好我就收到八個小朋友 就可以拿到這個支援 但是在這個期間裏面 我一直是收學生的時候 我不是一收就收八個小朋友 我收到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去到六個的時候 我有點很緊張 因為事實上我們要給的資源 給小朋友都大的 但是政府就是說 你不夠八個 我是沒有支援給你的 沒有這個支助給你的 到我們真的收到八個的時候 我們全校的同事 我們心裡已經定一定了 已經有八個小朋友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支助 變成我們對小朋友方面 我們可以請到一個老師 幫助他們 還有我們可以請一些 一些翻譯的工作的服務 還有可以買多一些教材 一些學習卡給他們 可以有支援在那裡 但是我坐在那裡 我在想 如果我收到有九個十個 或者是十五個二十個 當中我們真的有一些這樣的同工 他們的支援 一樣是跟我們這個數字 363510這樣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困難在那裡 那我又再去想一下 如果我真的收不到八個 我只有七個 那那七個小朋友 難道不需要照顧他嗎 政府經常都說 你要融入 要帶著那些小朋友 是融入社會裏面 要多學一些中文 但是七個你就不去支援他們 那這七個小朋友又怎樣呢 我們其實在學校裏面 我們的業界同工裏面 很多的學校 都真的收到六個七個小朋友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這一方面 都要想一想 這個七個小朋友 在幼轉裏面 是不是都要跟他們 是同等的對待 是要給一個支援他們 其實教這些非華語的小朋友 都很辛苦的 因為他們在入學的時候 他們完全是不懂中文的 也都不懂聽 不懂說 好 怎樣進來的時候 老師要將他教到 可以三年裏面 這個課程裏面 完成之後 他可以講一番流利的中文 在BB班入學的時候 真是很困難的 教他去洗手間 告訴他這個是蘋果 他完全是聽不懂的 還有有時候 我們不是說 只是一個 或者是七個在幼兒班 可能一個在幼兒班 兩個在低班 三個在高班 是插入三級裏面 不同的學生 有級別裏面 那怎樣去處理他們呢 我們人手那個資源 人手那個都挺大的 在他們學習的主題學習裏面 我們要將這些小朋友抽出來 我們另外又要分配這些同事 去教導他們 講一些簡單的中文 這些各樣東西 都是一個支出 需要很大的資源 人力的資源 或者是財政上面的支援 這樣 一些有翻譯的工作 我都希望政府 是多些去留意 不要每次講 一定要將他們融入社區裏面 一定要學多些中文 但是支援是沒有的 會令到業界很失望 過去我們的同工 向局方也是反映過不少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小數做業的小朋友 我們教他們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 我們給那個勞心的勞力 是不會少於一些特殊的小朋友 我們等同教一些SEAN的小朋友 反而SEAN的小朋友 它會有一些明白的 你說的時候 但是你在語言裡面 完全是一竅不通的時候 你怎樣要它明白呢 這個就真的是很困難 我希望政府可以撥多一些資源 甚至乎 將來這些資源裡面 我都覺得 應該有一些分配 是去到家長的方面 好像爸爸媽媽這樣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不懂得聽英文 不懂得講英文的 你跟他們講英文 講中文 他們完全是不明白你說什麼的 有些家庭會比較好 爸爸懂英文 但是媽媽真的完全是不懂的 那這些媽媽 我們是不是應該 在這些資源裡面 撥出來 在學校裡面 開一些工作坊 請一些人去教這些媽媽 怎樣 將香港裡面的教育文化 小朋友學習的學校裡面的環境 一些的分圖 怎樣去教導這些小朋友 在家庭裡面 怎樣教導他們的子女 這些應該由一些工作坊 在學校裡面 開辦給這些媽媽媽認識 我們希望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多些關顧 又轉這些非華裔的 小數族裔的非華裔的小朋友 又轉的學生 那麥議員 謝謝校長 那校長就講了他們的困難 因為當我們一直在講 似乎社會或者就算政府 都是集中在想小學和中學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 就是當一個小朋友 剛剛入學 就是第一天應該是回幼稚園的 但是回到幼稚園的時候 他是連 就是剛才校長說 哪裡是洗手間 怎樣去他們都不懂 連蘋果鏟的中文都不懂得聽的時候 那是否政府應該都要更加給多些資源 其實剛才校長都沒有講到的 就是其實在招生的過程都有些困難 校長可不可以再講一下 因為你是要收到八個學生之後 才有資源可以有些翻譯的服務 去買到一些翻譯的服務 在未有學生 未夠八個學生 或者有小數類的家長來購門 說我想入學 我想給個小朋友去你的學校讀書的時候 你們遇到什麼困難 可不可以再講一下 好的 多謝米爾 其實都很大的困難 我們遇到都相當之 有時候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老鼠爺龜無敵壞手 來到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就是一些 入學申請表 我們是中文的 他要我們譯回英文給他 或者是其他的語言 譯回英文 有時候我們覺得都未必是很困難的 但是有些什麼尼泊爾的語文 也有些烏刀語 我們是很難把它轉譯回給他們 我們都是透過一些渠道 當我們轉譯了之後 你要解釋給他們聽 你什麼時候來面試 什麼時候來見老師 帶你的小朋友來 填一些日期 一些出生的日期 小朋友的嗜好 家庭的背景 這些他完全寫到 好像一條蟲一樣 我們都不太懂得看 他怎麼樣去 將這些招生的通知 讓社區的人知道 我的學校是招生的 這樣都是有困難的 都不知道在哪裏 幫我們自己去宣傳 他們宣傳之後 他來到的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怎樣 將這些信息 學校裏面的信息 告訴他們 甚至入學之後 有一些兒童檔案 小朋友在學校的發展 我們都要翻譯給他們聽的 以前沒有這些支援的時候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算好的 我們很困難 現在是剛剛好 我有八個小朋友 我可以有一個翻譯的服務 可以將小朋友 在校校發展的兒童檔案 可以轉他們的語言 給他們 透過這些翻譯服務 可以將這些東西 推廣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算 謝謝 謝謝校長 其實為什麼我們這麼重視 幼稚園的教育呢 因為我們知道 有很多小數歲的家長 他們因為其實在 找入幼稚園的過程 其實都是困難的 有些可能就是 不讓小朋友回幼稚園 那就直接可能去到 有些兒童不會上 可能有些甚至幼稚園都不會上 直接就去小學 其實對於那些小朋友來講 他們如果就這樣去到小學的話 他們更加難去適應他們的小學的生活 因為去到小學的時候 他們已經一來是大了 已經過了我們說 去學語言的最佳的時候 而且到了小學 就一定又會工作量 或者I mean 學習的課程等等 功課也會多些 那怎樣去令到 小朋友有足夠的時間 在一個中文的語境裡面 讓他們去學習語言呢 那其實就困難 所以我們其實都希望 政府不要忽視 那就是幼稚園的教育 要給多些支援幼稚園 要給多些支援幼稚園 讓校方可以 無論由第一步 招生開始 他們已經可以 是接納到多一些 的小數族裔的家長 可以來到學校到 就由招生的第一步開始 已經可以協助到他們 也都在日後 給個津貼的時候 不應該設了八個人的上限 門檻 其實應該是 無論你是只有一個兩個的話 都應該要收 因為如果不是就會變成 有些學校 如果我只有一兩個 就寧願不收 但是不收的話 可能那個區 只剩下幾間幼稚園 如果個個都不收 那小朋友就要跨區讀書 也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家長會覺得 我寧願不讓他讀 其實也是累了小朋友 延遲了接受教育 所以我希望政府 就不要有八個人的上限 就是苗南 也都如果有一些幼稚園 他們收的學生 的數目是多過八個的 可能剛才說的 可能有十幾個 或者二十幾個的話 政府也都應該要 確定去調高 那個資助的上限 那個壓 資助的金額 令到他們有更加多的資源 因為想一下就是 小朋友如果他們要 剛才校長說了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現在的幼稚園 可能我們讀幼稚園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的 現在的幼稚園 就有個兒童檔案 我都見過 每個學期 班主任就會寫那個同學 手指洗那些小肌肉 行不行 懂不懂 走下樓梯 一級 兩級 那些都會寫的 如果呢 平時我們 我們講華語的學生 中國的學生 就會懂得 老師寫中文 給家長就看到 但是如果 他有二十幾個學生 老師就要寫完之後 再找翻譯 幫他翻譯完 這二十幾份的 兒童檔案的話 其實就是在說 需要很多的資源 還有工作量 所以政府是不能夠忽視這件事 就不要想著 有收購八個 就給你三十幾萬里 那學校就搞定它 這個我們覺得 是絕對不足夠 而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當我們在幼稚園的時候 校方得到的資源 或者有的資助 或者有的支持 五教的話呢 其實是會令到 小數族裔的家長 不願意把子女 送進去幼稚園讀書 令到小朋友 是延遲接受了教育 那對我們經常說的 要他們融入社會等等 其實是有一個壞的影響 那我們希望政府 能夠正視 就沒有忽視幼稚園的教育 接下來呢 我就會請學生 他會講一下 他在就業方面 因為他是在一個 NGO 非政府機構裡面 一直在協助一些 少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怎樣去協助就業的 我會請他講一下 他的協助 他的朋友去找就業的時候 那個困難 他會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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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是 你會說 我做的 我工作 當成的 職業 I'm an NGO serving ethnic minorit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do fa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their daily lives in Hong Kong and one of them is actually employment and no matter they are some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are highly qualified while the other have less qualification but all of them are facing some sort of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job here in Hong Kong so I would like to cite some examples so that it can help you to understand better for instance we have a service users come to our NGO need some sort of assistance in looking for a job and this person is actually having an MBA degree from his home country and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explored all the different ways to find a job especially through the online platforms searching for jobs and once actually he applied for a job of a manager he looked at the job details and job descriptions it does not mention any Chinese requirement in there and he applied for the job and he had an interview opportunity as well so when he went to the interview on the day and actually the HR officer mentioned to him after having the interview that you can speak Chinese or not he mentioned that he cannot speak Chinese and the HR officer instead actually tried to ask okay we cannot offer you this manager job but how about if you can consider janitor job in our firm so it was mentioned by my service user that it has been a disappointing experience because initially the job description did not men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and then when he had the interview the interview was supposed to be for the manager position but then he was actually offered to work as a janitor in the firm so this i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job market and I may actually also mention some other example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now one of our service users actually had been working in construction site for a long time and due to working in construction site he had acquired some sort of lung disease and therefore he after his treatment finish he want to go back to the work but do not want to do the construction work and wants to look for some different job and for that reason he approached the labor department to actually seek help and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actually he when he approached there there was no sufficient support for him as he was approached by EM ambassadors who are actually hired by the labor department for six month period and actually not very well trained and their job duties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ey just actually help the ethnic minority job seekers to do simple interpretation and introduce some sort of services so he was actually asked to look for a job through a job vacancy search terminal a machine where he can find a job but this gentleman had difficulty actually finding job from the machine and there is actually employment officer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and he did not have access actually to go to the meet employment officer and actually express his difficulties so because the services are there but because of lack of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barrier actually he was not fully introduced all the services available that he can have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and then and he was actually given construction companies name four of them and addresses also and told this job seeker to actually go and find jobs in construction site in fact he was looking for jobs not in construction but actually some other alternative jobs so that he can also take care of his health and these are the difficulties that ethnic minorities actually face in terms of looking for a job and one other example I may briefly cite is that an ethnic minority who has an associate degree in engineering has applied for a job and sent over 200 CVs and he just got only like 12 responses and all the interviews that he attended he was not offered a job and he is an IT engineer so actually he mentioned that his job does job nature does not requir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actually even speaking Chinese because he could handle work without Chinese and he temporarily worked in an Indian company and an Indian company while working there he was introduced a job by his friend in one of the one of the company which is called IBM company and then he finally actually got the job but it is to help of his colleagues ethnic minority colleagues rather than actually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so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been to labor department for several times for four times and has not been given sufficient support and he was not even told that there is an employment officer available who can actually talk to you or provide help to you and you may be aware that the recently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a poverty report on ethnic minorities and it mentioned that the working families poverty rate has risen dramatically as compared to the overall population so on one hand they are work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 still remain in the poverty and I think employment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 if the government can do more in terms of support ethnic minority in finding suitable jobs that can help the community to come out of this situation and have a bette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ank you.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more about the ambassador, the EM ambassador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because when we talk to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will say that we have already got an ambassador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to help the EM clients to find a suitable job but are they really so helpful or how can they be more helpful and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Yes, actually labor department has recently took this initiative to employ EM employment ambassadors which are under YEPT program which means that they are hired on a six month basis which is they are under training and most of the ambassadors are actually just fresh graduate from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ir age is between 15 to 24 so fresh graduate from school and they have got lack of experience by themselves in searching jobs 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job market so they are very fresh actually so that is actually a learning opportunity given to some of the ethnic minority youth I would say but the thing is and the furthermore their job duties are very limited what they do is actually try to help in some recruitment days if they have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and they would simply introduce some services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like those ethnic minorities entering into the job center so they will introduce some services in there and do some simple interpretation so this limits the actually support given to ethnic minorities by these ambassadors so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if there is an employment officer from ethnic minorities background who can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upport and have got much more job duties that includes maybe job matching or career counseling or connecting ethnic minoritie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services if they are looking for so this is the thing that we even ambassadors are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but hasn't been actually and need a lot of training need more mature staff and actually skilled more experienced staff and race relations unit has also employed some officers to support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ir degree holders actually also from ethnic minorities background so they are more experienced so if the labor department can take this example from the race relations units under the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and can actually have ethnic minority officers in the labor department that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 think Thank you Thank you 其實我們除了剛才Mr.Hulson他講的關於怎樣去令到那些大使 即是就業大使能夠更加幫到手之餘 我們公平會也都建議政府其實應該要做一個小數族裔的就業的部門 一個分科在勞工處下 令到他們能夠統籌怎樣協助一些小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去找回他們合適的工作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一集那些好像剛才所講的公司的名字 那你自己去找吧 那這個我們覺得是應該給多些支援 而且就是也都為了鼓勵僱主能夠聘用更多的小數族裔的僱員 我們都建議政府去考慮給一個津貼給這些僱主 即是等於有些僱主他們請其他有需要的人士的時候 他們都會得到一個津貼可能是幾個月的 來鼓勵僱主去聘用這些小數族裔的人士 其實我們的最終目的就是希望 小數族裔人士當我們講的 香港我們那個小數族裔 其實他們可以投入去我們的勞動市場 去為我們香港提供更多勞動力的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盡力去發揮 去發展這些潛在的勞動力 政府應該要有更多的措施 另外就是我們除了講就學和就業方面 其實我們在最近政府也有些數字出來 我們看到小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是使用公共服務的百分比 比起一般能夠說到華語的市民是為低的 如果我們看回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這個已經是比較做得好的計劃 他們如果在全港的貧窮人口裏面 有領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比例 是15.5% 但是我們看小數族裔 包括尼泊爾和印度 其實都是低於香港全港的平均水平 尼泊爾只有7%多的貧窮的家庭 是有拿到這些低收入家庭的津貼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看回全港貧窮人口裏面 沒有拿到任何社會福利的比例 大概是43%多 而其他的小數族裔的市民 這些貧窮人口裏面 沒有拿到社會福利的都有七八成 就是遠高於全港的比例 就是說很多有需要 而且是應該拿到符合資格 去拿到社會福利的小數族裔家庭 是沒有去拿到這些福利的 一來可能是他們那個文化的關係 他們想自食其力 這個我們值得鼓勵 但是另外一個很可能就是 他們不知道有這些計劃 我們曾經 其實我一個很真實的個案就是 即使在醫療方面 一個家長他們都不知道 他的小朋友是一個慢性血癌的患者 他不知道他小朋友那時候吃的那種藥 是可以得到資助的 那他就是要每個月去借錢 借成萬元去給小朋友去吃藥 直到他借無可借來求助的時候 我們才告訴他其實他的藥物 是可以申請到一些特別的資助的 而到那個小朋友 吃了兩年之後 其實就是續期的 但是也沒有人告訴他 可以去續期 小朋友又停了藥 而其他的服務 包括好像申請公屋 包括在醫療上面的其他服務 我們都發現小數族裔的市民 他們是不知道有這些服務 那主要就是因為那個語言的甲膜 所以我們就要求政府 要有些資源給不同的政府部門 包括醫管局 火處 和我們剛才說的勞工處 教育處等等 讓他們可以提供更多的 全面的小數族裔的傳譯服務 讓這些市民是能夠很容易去拿到這些傳譯服務 也都很容易可以知道 他們有些什麼服務 有些什麼計劃可以申請 因為有時候 有些我們除了講的福利計劃 甚至是一些剛才我說的 在醫療上面 可能真是關乎人命的 他吃不吃到那個藥 那種藥有沒有資助 但是這些其實也需要一些好的傳譯服務 讓他們是有些知情 所以我們希望有幾方面 總括我們今天的建議 就是在就學那方面 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忽視幼稚園的教育 一定要做好幼稚園教育的支援 因為這是一個小朋友 第一步他們進入社會 我們小數歲的小朋友 第一步進入社會 就是透過幼稚園的了 如果我們不做好那個支援 其實是令到整個小朋友 他們的學習過程 甚至可能他們整個人生 都是遲了怎麼去融入社會 另外一個就是就業 怎麼去協助他們 能夠去找到他們合適的工作 因為很多人一般都 剛才好聲都說了 那些人其實真的覺得 很多人對小數類的市民 是很誤解的 所以令到他們不能夠 找到一些合適他們的工作 我們希望找到合適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釋放這一方面的勞動力 另外就是有足夠的傳業服務 給不同的部門 也都希望是有一個統一的指引 怎麼去提供這些傳業服務 這樣才可以鼓勵到 我們的小數類的市民 他們可以得到 他們應有的可以去到 一些公共服務 可以使用到這些公共服務 包括醫療和房屋各方面 或者我們講到這裡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問的 其實我想應該有一個標準的一個額 好像現在講的三十多萬 其實都應該要有的 另外再加 再之後就是看每一個學生 有多少個學生 越多學生就應該越加上去 或者校長有沒有一個建議 或者可以用人頭計 以人頭去計算 這樣就會有公道點 又公平點 對於你拿著 比如兩三個學校的 讀兩三個小朋友的學校 可以有一個支援 這樣會好一點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校長 他真的收到兩三個小朋友 幾條街的校長 他收到又是不夠 大家都不夠 我們曾經有個個案 就是A校 就說不如我把那兩三個小朋友 轉給你 你就可以 我只有三個 距離八個 很遙遠 怎麼再收到五個呢 如果你的手上是有的 我們不如把這些 叫他過去你讀 這一個 我們處理的時候 後來我們大家去讀論的時候 大家都很 有一點點的難過 因為為什麼呢 那個家長覺得 我們不喜歡他 由A校 想轉他過去B校 那個家長覺得 你嫌棄他 為什麼你要把我轉過去 我們也違反了一件事 就是教育股 希望我們就近入學 這個原則 可能幾條街要抖校姐 也走很遠 所以那個家長也覺得 你是不是對我有一點點的偏見 為什麼我要來讀報名 你又要轉我去另外一間學校呢 那校長也都介紹給他聽 不是 我們希望你多一些小朋友 可以一起學習會開心一點的 那家長的反應就是 不是啊 我要學多一些中文 我一定要在這裏讀 多語少我們不計較 我也是很欣賞這間學校 就是A校 我們上來這裏讀 那你是不是有個旗子在這裏 我去平基會告你們的 有個爸爸這樣說 所以這個也是對學校 真的有一個困難在這裏 我拿著兩三個旁邊 那邊有兩三個收了 那怎麼處理好呢 這個真的是 政府要想一想這一方面 那怎麼處理這些學校方面的支援 我還有一個問題給先生 我還有一個問題給先生 有一個問題給先生 有兩種案子 你提到的事 有兩種案子 你提到的事 他們是在香港 還有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質疑 你認為 既然住在香港 她在香港公司 她的婚禮是香港人 她的婚禮是香港人的婚禮 她在香港的一段時間 我认为你的答案是 我认为她的课题是重要的 有些课题的课题 有些是在现在的课题 但他们不太能够的效果 而在年輕人的學習是比較不同的 在年輕人的學習 我們有在小學的學習 如果更多的學習是給孩子 在年輕人的學習 那會更容易讓孩子的學習 but when ethnic minorities who are already adults actually they may need some sort of more support in a way for example, if companies can consider hiring them and actually provide some sort of own job training related to the job nature the kind of Cantonese required for the work is more actually beneficial and for mentioning that some of the courses one of the course I have attended by myself to run Cantonese from ERV employment retraining board and the program is not very actually it's very academic rather than the social life and work related for instance like you know they they there were ten sessions and each session is only three hours and two sessions per week and the teacher has been assigned to actually teach ten chapters so how would you expect an ethnic minority to actually grasp a lot of Cantonese within this session and Cantonese is not an easy language so if there is more support I think the ethnic minority and can actually to get some sort of some level of Cantonese that can help them in their environment in courses if they are subsidized would be actually very helpful because the ethnic minorities if they quit the job and then just turn to education is actually affect their families living and they need to sustain their kids and their families so if the courses are subsidized or if if it is attached with their work then it is more effective in a way Okay 我回應這個問題就是當然的我們同意我們少數族裔的市民都應該盡量去學習中文去融入社會 但是如果我們怎樣有什麼機會給他們可以學到呢 現在我們似乎看到在政府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一些資源去撥下去 我們可以給小數族裔的市民他們可以去學習中文 簡單如我們那個我們有個持續進修基金的 就是每人都有一萬那個呢 他們都不可以利用這個錢去找到一些課程 是讓他們學到中文 因為那個課程 因為他們學的可能有些就是他們先要 他如果先要學到英文的話呢 他學中文的話呢 去找這些課程都可能更容易一些 如果他的英文都不是很好的時候呢 他就更加難找一些老師可以用他們自己本身那個語言 例如烏都語 去教他們去學中文 那所以其實政府如果我們一路 一方面就是說 你們其實有責任要去學中文 去融入社會 但是呢 又不給足夠的支援 或者機會給他們去學 那就將那個責任就是你要學的 那其實就是將他們放在一個 就是孤立無縣的地方 他們都知道自己需要學的 但是在哪裡找到這些課程 在哪裡找到這些資源呢 那另外一個呢 其實剛才林校長提了一個很好的呢 就是其實家長教育都是重要的 因為很多小數族的家庭 都有小朋友在讀書 如果我們透過學校去舉辦 剛才林校長有提過的一些工作方法 給家長一起參與 特別是他們的媽媽 因為媽媽通常在他們的族裔 他們的文化裡面呢 可能媽媽就不會特別懂得英文那個人 他可能只懂得自己本國的語言 就是這樣 那他怎樣可以透過一些工作方法 令到媽媽都可以認識到中文 也都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由他們又可以教他們的小朋友 現在的問題存在可能就是 媽媽都不是很熟習那個社會 不是很認識的社會在哪裡 可能他們是嫁過來香港 可能他們的丈夫在這裡出生 然後他們嫁過來香港 那他們都不很認識的社會 也都不懂得說中文 那他又怎樣回去教那個小朋友呢 就算小朋友回去有功課做 都不懂得教他怎麼做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剛才林校長也提了 就是我們應該要 除了給學校資源之外 其實那個資源不只是給他們請老師 也都是給他們做家長教育 給學校可以做一些家長的工作方 讓家長也都透過這樣 其實家長也都可以學習到中文 也都可以方便到學校和家長溝通 也都可以令到家長回到家裡 可以幫忙一起教他們的小朋友 那所以我覺得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希望在學校那裡 政府給一些資源 不只是給學校 也都要透過學校去 去令到有做好的家長教育 另外一方面就是社會上面 我們也都要有這樣的課程 有這樣的資源 去給少數職位的市民 有機會去學習中文 我們不只是單講 或口講 我們鼓勵他們學中文 也都應該要給實質的支援 我可以補充一下一點 就是 不是所有的職業在市場 都需要學習中文 有些職業都需要 人類的職業 那些卻不需要 音書中文 就像我所講 跟家長的一門 理論 尤其是有些工作 所以 有些工作 不需要 音書中文 有些 要每一個 內容 有些工作 有 而是一些勤劃的勤劃,但是它是不需要的勤劃, 而是在中国的勤劃, 而在中国的勤劃, 它们的勤劃, 但是它们只是缺乏的支持, 在如何向选择的民orities的社会, 在哪里的勤劃, 在哪里的勤劃, 所以它们是重要的, 尤其是工历, 可以成为了一种区域的区域, 然後連結他們跟俄羅斯人士們 所以我認為政府是重要的 尤其是政府的部門 去做一個重要的 role 你問得很好 教育館真的有一個完善的指引 是給我們怎樣去教育這一班非華語的小朋友 現時烏刀魚是比較難問一些的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都 有些尼泊爾的尼泊爾語都可以 容易翻譯得到 但烏刀魚我們真的沒辦法聽得到他們講些什麼 其實在這個翻譯服務方面 我相信教育應該要有一套好一點的課程 例如怎樣去幫助一些現時的幼泊爾的老師 可能有些課程給他們想去學一些簡單的一些話語 這些我的語言會有一點幫助的 我相信 請問一下 之前工聯會跟蔡英見面 其實有沒有就這件事跟蔡英講過呢 或者最近知不知道蔡英的反應是怎樣的 我們有將這些建議給到酬政司司長的 其實我們在去年幾個月前 我們和Mr.Hussain他們一起大概在11月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公佈了一套工聯會的關於少數族裔的 倡議的政策 政策倡議 包括剛才我說的住屋 福利 醫療等等 我們其實都將這份整份計劃書給了財政司司長的 我們這次特別是趁這個機會 這個預算案公佈的前夕 再做出一次呼籲 希望司長是真的看回我們的計劃書 也將我們的建議放回他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加多些資源 令到我們少數族裔的服務 是能夠做得更好 好嗎 OK 好 謝謝 麻煩